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给本国年轻球员足够的机会 这导致了国家对轻慌不接 德尚对此表示赞同 他说道 十二年前我还是尤文图司主帅时 我就谈论过这个问题 这也是一个发展问题 清学这方面的工作 我们在法国做得非常好 你从弊队开始踢 然后你去一支中游球队 23或24岁的时候去一支大球队效力 英格兰的问题也和意大利类似 我们的年轻人立刻就能在水平不错的比赛中踢球 意大利无援世界杯是不正常的 国家应该利用这次机会来进行体制改革 曼切尼并不是完全从零开始 但现在他只有几个实力派球员可用 还要达成一个野心十足的目标 这需要时间 但正如六月份我告诉他的一样 国家队从来不会有足够的时间 德尚还谈到了现在在巴黎效力的部分 他说道 看到他40岁还保持着顶级状态 我觉得很神奇 我们谈的可不只是一个梦幻般的人 他还是一个对到巴黎 这种野心勃勃的球队很宝贵的伟大冠军 看看他每天多努力训练 以保持在顶级状态 或许在有了那么多年后 他需要一个新的挑战 而巴黎是一座非常美丽的一支城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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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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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